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具有清凉解毒 美容保健的功效 马蹄笋含有大量活性粗纤维素 能减少人体内有毒物质的激流和吸收 帮助消化排泄 防止肠癌 具有减肥和美容的功效 是保健营养的加输 古田的马蹄笋尤为多 清甜 味美 切成片 入锅清炒 香味四溢 回味无穷 制作清炒马蹄笋 用到主要食材 马蹄笋 1500克 一定要使用较为新鲜的马蹄笋 如果放置几天的马蹄笋 会失掉一部分的水分 也会影响到食用口感 辅料上 需要黑木耳 150克 胡萝卜 15克 调料 用到白糖 8克 盐 6克 味精 食用油 6克 清炒马蹄笋的制作 第一步 用刀在马蹄笋上竖切一刀 剥去外壳 第二步 将马蹄笋纵向切成薄片 按这个方向切的笋 烹饪后 口感比较嫩滑 第三步 将黑木耳浸入清水中 泡发3至5分钟 第四步 在锅里倒入适量的凉水 将切好的笋片和木耳倒入锅 热水煮出来的笋会色 水烧开 致笋变软 用凉水烧开的目的 是为了去笋的色味 随后 将笋片 黑木耳捞出磁干 第五步 开火 在热锅内倒入适量的油 待油温到七成热时 放入蒜片 葱头爆香后 再将笋片 黑木耳 胡萝卜 倒入锅中 翻炒 第六步 在灼情加入少量的水 以免粘锅 加适量盐 味精 白糖 再次翻炒 第七步 用水和淀粉混合 制成水淀粉 倒入锅中翻炒 出锅 清炒马蹄笋做法简单 口感却极佳 是百吃不厌的一道 家常菜肴 笋肉厚实 笋质脆嫩 笋汤不刺猴 细腻清脆 清热美容 又爽口 营养丰富 是食用笋家族中的上乘真品